歡迎收看決戰關鍵 人聚 有一件事情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這一次柯文哲在賣療補選之後 他好像消失匿急了 直到他出演了這一齣劇 他穿的什麼 是這個收垃圾的衣服 我想說柯文哲你到底是在幹嘛 你到底在幹什麼咧 後來我終於想通了 他今天去這個地方 他要跟大家講 我要一個角色啊 你們給我舞台我就有角色 再下去我什麼都沒啦 而且我覺得柯文哲真的就是一個 被政治耽誤的藝人你知道嗎 因為你會發現到現在大家關注他的時候 很多時候比如說他自己開什麼演唱會 甚至連現在跳這個舞台劇 而且還傳出來講說 這個演出的這個單位 製作單位還請他要照劇本來演 是不是怕他脫稿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你會不會去邀這個什麼王世堅來看一下 他還講說什麼 其實我也有這個知道 上次也有這個製作單位 找過這個所謂的王世堅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心心相惜 我不懂 但問題是我剛剛提到 他本來是一個台北市市長 現在是一個政黨的黨主席 但是很多人就覺得說 他現在可能在政黨的這件事情 尤其政治上面 你如果問他可能就這樣 不知道可以怎麼回答 他被網紅了啦 不是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嘛 你光看 雖然他在一些議題上面 還是會講說 你什麼講萬一要加油 比如說人家問北流 北流那個時候是你台北 你柯文哲執政的時候 你每個月不付人家那個 八十萬的錢啊 所以他現在很多東西都推 但是有些推不掉 你知道 比如說 最近不是因為在立法院裡面 上演這個所謂年金改革 要不要副委啊 這些副議案的這個狀況 民眾黨的態度都是怎樣 你知道 乾脆不投票 那人家問說 你不投票這個時候 他會怎麼說 他會說 沒有我覺得藍的不行 藍的那個說法 會衝擊到國家的參政體制 但是呢 綠的也不OK 那綠的不OK 那就是你這個盲藍 這個倉促的去改 所以呢 人家問說 那你不投票 你告訴我 你的立場是什麼 他就講 我們呢 是中庸力量 有獎跟沒獎一樣啊 你就不能說 不能這樣說 因為他真的有獎 只是我們的會跟不夠 你知道 不只是這樣 甚至呢 包含到立法院裡面 你看記不記得 柯文哲之前不是說 每個禮拜啊 二跟五的時候 要去立法院 他都騎腳踏車來啊 要去立法院對不對 二五 尤其又是院會嘛 在院會前的時候去 結果呢 人家問他說 之前國民黨不是提說 要那個馬英九 從中國大陸回來之後 說要修這個反滲透法嗎 那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不是呼籲 這個民眾黨 大家一起支持 結果呢 被問到的時候 你知道柯文哲真的很厲害 你知道 他這次沒有抓頭 那時候記者去問他說 那個反滲透法 他是先摸肚子 哦哦 我肚子痛 我先去上個廁所 他以為上完廁所出來之後 記者就不見了 你知道 結果記者繼續讀 還有這一招 他上完廁所再出來之後 哦哦 我跟你講 哦 我又沒有在立法院 應該去問黃國昌啊 那我們就回來問啊 你之前不是講說 你的這個黨跟黨團 要一起並肩作戰 那你現在又推給黃國昌 那黃國昌跟你之前 連開直播 大家都是比那個 你們的那個粉絲 在觀看的人數了 所以你到底在立法院裡面 你們有沒有整合 所以最難的是說 反滲透法這一題 對柯文哲來說 有點難答 有點難答的 老樣子 推給黃國昌就對了 而且我覺得他的難答在於是 柯文哲他一定希望 跟中國大陸有很多的接觸嘛 那你如果在這時候 去反對修反滲透法的話 那講實話 你可能會不會讓中國大陸 覺得說 你為什麼反對修 你如果講說要贊成修的時候 人家就問你 你要贊成修哪一個 所以乾脆把燙手蛋餘 丟給黃國昌 你知道嗎 那這個裡面就會讓大家覺得 就是你黨主席之前 什麼都要管 現在又到處推啊 那我覺得其實 對於民眾黨來講 其實他自己本身有問題 你記不記得 之前要開小炒咖啡廳 對 很多人很好奇 小炒咖啡廳裡面怎麼開 他是說 我們就給這些 對這個阿伯 有共同喜好的人 大陸會聚會 講難聽 講白一點 你就是根本就是一個 變形的黨部而已 結果現在傳出來講說 柯文哲還要求地方黨部 每個月都要招收什麼 黨員數量 我要用更多的小炒 這好像跟做生意一樣 你知道嗎 而且每個月都有KPI 如果你達到每月目標 還會給獎勵 所以大家覺得 我也很好奇 那個獎勵會不會到時候 又跟他的小炒們募款 你知道 所以你要加入黨 還要再募款 所以我就講 其實現在對柯文哲來說 他還有一個最大的那個隱憂 是什麼 你知道 因為現在看起來台北市政府 跟台北市議會動起來了 要針對柯文哲被質疑的 他當時在這個所謂的 台北市市長期間的 兩個案子 現在看起來 議會都已經動起來了 所以柯文哲他快笑不出來 之前還在舞台劇上面 演來演去 現在藍綠兩黨的議會 要處理他了嘛 而且這個可能 黃國昌也沒辦法把他回答 你知道 因為比如說第一個案子 因為像這個 金華城土地容積率的 這件事情 當時是他的前一任 前台北市長好龍斌 直接就提出來講說 你金華城的容積率的部分 事實上是很有問題的 為什麼 簡單的說法說 原先在台北 這個好龍斌時代的時候 核定的容積率是392% 後來藉著想要上限到 升高上限到560%被拒絕 但柯文哲上任之後 直接同意 而且制定了講義優惠措施 反而讓他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容積率 再往上升升高到840% 越來越多 而且那個監察院 其實有提出了 其實他提出有問題 就要求台北市政府 說你必須要作為這個檢討 而且你知道嗎 這一提高容積率之後 就等於是 提高了你的這個 所謂的土地使用面積 以這邊來講 每一瓶單價已經 預計是超過200萬 那你想想看 這樣子的那個 一來一往的費用差到多少 而且甚至 你看他們還有人講 就講說200萬 你不要以為現在是天花板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地方還會再漲 200萬搞不好會變成地板 所以這一塊 現在這個民進黨跟國民黨 我看到藍綠合作了 你知道嗎 居然就開始聯手共同提案 要市議會要成立 專案調查小組 而且第二個 還有包含新售的這個案子 那這個新售的案子 基本上就是北市的 科系園區的這個精華地 被人家認為說 T16 T17 T18 這些地裡面 事實上大小 其實大概都差沒有很多 但問題是 當時柯文哲決議說 由新售他們得到 這個所謂的這個土地 但是重點是 你拿到這個土地的時候 你居然不用付 所謂的投資報告書 那柯文哲這邊直接就 拍板定案了 那問題來了 如果你今天只是說 單純的說 我拍板定案 你還可以講說 我有什麼評價的 一個狀況 但很奇怪的是 很湊巧啦 只能講說 那星光的這個吳欣穎啊 吳欣穎之前 不就也是才 當民眾黨的 這個不分區的立委 結果呢 還被提名做 這個柯文哲的 副首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共同參選人嘛 所以大家也是覺得說 你到今天為止 而且你的土地 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開發 所以他現在看起來是 T16已經慢慢是在開發了 現在這個所謂的 星光人壽標下是 T17跟T18 你原本已經跟我說要開發囉 你之後在幾年後 你就要開發完 甚至你要有所謂的建造 到現在 荒野漫草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情況之下 我們就覺得奇怪啦 那你當初為什麼要去賣它 這塊地 而且賣這麼便宜 賣這麼便宜 現在這塊地 漲更多啦 而且如果今天 按照這個 當時的這個條件的話 那很多人也會覺得說 那我為什麼 你是給它 你也要講出一個依據啦 所以你用拍板定案的 這樣一個方式 就讓外界開始 直接講說 你這個地方 如果地價在不斷的上漲的時候 那對於台北市議員來講 這都是市政府的土地耶 那你今天用這個方式做了說 難怪現在連議會都說要查清楚 來 斯剛 這一次我們剛剛提到 藍綠的議會 你們本來就是在議會上面 為了監督這件事情 劍拔弩 長都沒關係 但這一次 你們針對了 民進黨 你們國民黨跟民進黨 整個就是成立了議會的調查小組 要完全的見紙 柯文 才把這些避案全部都刨跟挖出來 我們要把盒子打開來 看裡面東西是一隻蟲 還是一條龍 因為這兩個案子 坦白說這引起大家太多的討論 我們今天講這個士北克的案子 因為在我們自己的選區 對 每天大家開車都經過沉的路旁邊 OK 那這兩個是標地上權的案子 50年喔 50年喔 也就是說標到的廠商呢 它可以50年來使用 現在新售已經差不多兩年多的時間了 按照我們的規定 五年內要拿到建造 注意喔 我標到的案子內 五年內要拿到建造 你現在已經過了兩年 三年後你都不可能拿到建造 拿不到嗎 看起來不可能啦 不能拿到建造了啦 然後之前呢 又聽說 新售呢 有意思呢 把這一塊地的使用權的轉售出去 轉售出去 那大家講啦 這個轉售的中間有沒有利潤差存在 還好蔣市府現在呢 趕快腦筋很清楚說 不可以不可以 你按照我們的規定呢 你要把這個地上權的轉售呢 你必須把房子蓋好之後才能轉售 所以你意思是說 當時新售已經跟蔣市府已經達成協議 梳領之後裡面去了 所以你才可以拿到這塊土地 拿到這塊土地之後你沒有去開發 沒有開發的情況之後 你還想當一個二房東的概念 對 他想轉售給別人 OK 對不起 我補充一下 他當初拿這塊地的事是柯市府時代 對 兩年多前的柯市府時代 好了 經過這一連串的下來 可以看到蔣市府這一年半 花最多時間在什麼 在什麼 收拾殘局 茶屁股 收拾殘局 大巨蛋是個殘局對不對 然後呢 接下來這個有關新售的地上權的事情 如果說中間出現什麼貓膩的情況 也是會一場政治風暴喔 而且新售的蔣公主 還是民眾黨過去的不分區 那中間的關係就非常的讓人家 可以做很多的文章出來 第二個 金華城的案子也是 在好市府時代 好龍斌守得很緊 大家都以前都去過金華城有沒有 那時候也是台北市重要的百貨地標 後來呢 人群就比較少 所以很早就希望來去做改建 但是呢 好龍斌時代把關很緊 不容許有關的融機喔 來去做這些協商 因為我們有關要給多少融機獎勵 土地要多少公眾利益開發 這都是有法規可定的 所以好市府時代都抓得很緊 所以拖拖拉拉 拖到了柯市府時代 結果柯市府時代在第二任的時候 這案子就過了 不是因為現在所有 針對於前市府的事情 柯文哲都說 那請蔣萬恩去解決 蔣萬恩現在也不想忍啦 叫他閉嘴好了 所以我們就來解決啊 我們就把成立這個調閱小組 把這個相關的條約合約一個個調出來啊 調出來如果中間真的有貓膩 該送法辦的法辦 這公務員不法的就送不法啊 所以我們在幫蔣市府解決問題啊 那所以柯文哲應該很樂觀的看待 這個調閱小組的存在啊 我也希望說民眾黨的朋友 其實也一起加入 如果出來發現 正正當當 沒有人在中間搞貓膩 中間來這個拿一些有的沒的 我覺得基本上還大家清白啊 還大家清白 如果說中間真的有一些奇怪怪的事情 就查清楚是誰犯了這個錯 那上來這個時候上面知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成立調閱小組最重要的意義 你如果不成立調閱小組 中間就每天都在搞政治鬥爭 每天在政治口水 說哎呀 你這個黑我一下啦 然後民進黨也有中間空間 來挑撥藍白之間的關係 所以呢 把相關的盒子打開 看裡面是條蛇 還是一條龍 梁明我們之前說了 柯文則是聲量網 他每次只要說一句 大家開始在網路上面燒來燒去 現在 我剛剛前面提啦 天啊 他開始去演舞台劇了 他想跟他講說給我個舞台吧 給我一個角色嘛 現在柯文哲要跌落神坦了嗎 其實柯文哲最大的問題 不是沒有舞台啦 是 他的下一個戰場 對他很不利啦 喔 2026年 你要知道民眾黨 2019年成立之後 哇 這個氣勢如虹 拿下不分區 結果在2022年的地方選舉 發生什麼事情 選上一個新竹喔 很厲害喔 但是他們的議員提了86個 只有當選十來個 很多的地方 他們都說這個 成績都不如預期嘛 為什麼 這一次他更要面臨一模一樣的挑戰 又來了 可是這一次不一樣喔 這一次 柯文哲選過總統喔 對 所以柯文哲說他有300多萬票 才去投入麥寮的這個補選嘛 說那邊 我的這個總統得票拿第二名啊 對不對 所以我應該可以選得不錯 他們要義無反顧拼一次啊 結果呢 結果證明什麼 證明 只要選票上面不是柯文哲 那個轉移的效益就很差 你看嘛 麥寮最後 民眾黨的候選人只拿到11% 你柯文哲拿33%啊 為什麼你換一個人變成11% 所以這就是民眾黨現在的罩門 對 就是柯文哲的鐵票 不一定能夠轉移到民眾黨的候選人 2026年 柯文哲光是這個難題 恐怕就無解了 我們來上線